又到吃西瓜的季节了 今天就分享一个如何快准横挑出薄皮红磅西瓜的小技巧 第一点看瓜地 像这种瓜藤比较直的不太好 像这种瓜藤比较弯曲的就比较好 第二点看瓜纹 像这种瓜纹比较混乱的不太好 纹路间隔又比较摘的也不是太好 像这种就很好 纹路间隔比较宽 说明西瓜展开了 成熟了比较甜可以要 第三点看瓜旗 瓜旗越小说明越好 瓜旗越大说明皮厚不太甜 第四点西瓜上有黄色的部分 说明在生长过程中和地面接触了 颜色越黄说明越成熟可以买 反之不要 第五点摸一摸手感顺滑的比较好 手感毛糙的不好 还有一点就是长得歪歪扭扭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歪瓜裂枣 这样的不是太好 像这样藤地已经干掉了 说明已经存放好多天了 已经不新鲜了 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一下 今天选的是8424品种西瓜 切开之后还是不错的 非常的甜 皮也不是太厚 以上分享的就是几个挑西瓜的小技巧 不用拍也能够选到好西瓜 学会后我们的钱就能够花到刀刃上 愉快地吃西瓜了 喜欢的话就赶紧去挑西瓜吧 我给你们了解一下 谢谢观看